生米饭学会这样做,没想到这么好吃 出锅全家都非常的喜欢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去皮清洗干线的土豆 先像这样切成厚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条状 最后卸成土豆丁 这里选择土豆 一是它的口感,特别的绵软 二是土豆里面含有淀粉,它有粘性 全部切好之后收在清水里面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黑 准备一个清洗干净的西红柿对边切开 去掉中间的硬梗 再将西红柿切成滚刀块 酸甜可口,大人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切好之后收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对边切开之后切成小葱花 不喜欢吃葱花的朋友可以不放 或者是少放上一些 葱花切好之后收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鸡蛋液彻底搅散 锅里加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入里面 用筷子快速的搅散 把鸡蛋炒碎 最后炒成这种碎状就可以了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上自己喜欢吃的火腿肠 或者是香肠都可以 像这样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先收入盘中备用 在小碗里面加入两勺食用油 再加入两大勺番茄酱 再来点生抽 一大勺蚝油 再来点老抽上色 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食材搅拌化开 这是昨天吃剩的米饭 把调好的料汁倒在里面 戴上手套 下手抓拌均匀 把每一粒米饭都粘裹上调料 看一下这个颜色 超级的有食欲 这里我们一定要多抓拌一会儿 搅拌均匀 最后把米饭抓拌至这样粒粒分明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边备用 锅里再次加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土豆丁放入里面 把土豆煎一下 土豆煎至表面微微发黄 再把西红柿加进来 切好的火腿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把西红柿炒软 炒好之后加入一勺蚝油 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这个时候把米饭加进来 炒好的鸡蛋碎也倒入里面 再次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菜和米饭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哇这个颜色很有食欲 现在已经忍不住流口水了 淋出锅之前再来点小葱花 再次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直接装在小碗里面 一边装一边按压 上面再扣一个盘子 直接给它倒扣过来 哇真的是超级的有食欲 剩米饭这样做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加有西红柿 味道有点酸酸的 非常的开胃 还加有火腿和鸡蛋 营养还特别的丰富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动手在家尝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